前几天以一己之力帮助中国队成功晋级 试预赛18强的新加坡门将桑里居然来上海了 很多人都很吃惊在街头 尤其是在长宁的街头见到桑里 还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因为我前几天也在长宁 天天在长宁长峰公园那边待着 结果居然错过了与桑尼的见面 桑尼也很大方的带着自己的家人出现在公众面前 同时还给大家做了他们家餐馆的特色菜 椰浆饭 很多人说椰浆饭跟我们的鸭腿饭也差不多 味道上也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便当 吃了以后管饱 当然很多人给他的打赏 已经非常的足够了 他生活的正常运行 包括他一大家子人 所以为了这一次上海的旅行 他把店还关了三天 贴了一个中文的告示 说他们要休息三天 这三天居然是在上海 上海的游客也非常热情 热情的和他打招呼 参与他参与的活动 当然这一波打赏已经结束了 他仍然能够收获流量 收获赞助商的钱 看来最后的决定应该是英明的 而作为一位足球队的守门员 能够尽心尽力的把事业和家庭平衡好 这可能也是一个标准的好丈夫 请不吝点赞助商